來,我們必須來上我們的課 我們上個禮拜有跟各位介紹一些基本的CMOS元件 原來基本的CMOS元件可以做出很多所謂的邏輯閘出來 Logic Gauge 那邏輯閘呢,它事實上是由電鎮筆做的 P型啊,N型啊 那這個各位不需要很知道它的原理是什麼 因為假如你知道了,那你電機器,大概電鎮筆就可以不必練了 所以你千萬不要擔心這些問題 然後你千萬也不要擔心 我希望你知道這些東西 我不希望你知道這些東西 但是你二連級以後 我也不擔心你這個問題 為什麼?因為換別的老師來擔心 所以你現在我不擔心你這電子就會不會 因為二連級你自然就會不會 好,那我們主要是跟各位介紹一些基本的 就是它的這個工作原理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讓各位知道 說一些電子,邏輯閘,它的代號 它的代號 還有呢,它基本上它的功能這種 像比如說這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end gate,對不對 end找 end找 那它可以有很多輸入 不一定只有一個或兩個 可以三個可以四個 所以它可以有很多輸入 然後一個輸出 那我們畫的是這樣畫 這樣畫 這一條是直的 這條是直的 那這一個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假如你的輸入 左邊 左邊的輸入每一個都是1的話 那這個輸出才是1 否則就是0 否則輸出就是0 總管教授它只有一種情形 輸出會是1 那其他的情況輸出都這裡 那什麼情況它是1 就是全部的輸入都是1 它的輸出是1 對不對 這邊就跟各位高中學過的那個 end 那個 end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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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 然後這個是end的爪 然後呢 這個是or爪 那or爪呢 它的畫法就是這個地方不一樣 end爪是這個地方是直的 or爪是這個地方是 是這樣 是虎弦 那其他就一樣 你可以畫的是 那通常我們畫的會比較好看 因為當你這樣子畫的話 你就不會畫的跟這樣一個碗頭一樣 好 你就會畫的 這邊比較平滑一點 好 這個就是or 好 這表示 然後呢 它的這個功能是 你只有輸入全部都是0 它的輸出才是0 所以它只有一種情況 輸出會是0 就是它的輸出全部都是0 它才是0 好 只要你有一個是1 它就是1 它跟它完全相反 對不對 它是全部都是1 才是1 它是全部都是0 才是1 好 好 那我們還有畫這樣 對不對 這樣 這邊叫name 找嗎 the man 那name man的意思就是not and 把它合起來 就是方向寫的competition 就是你先做and再做not 好 這意思是這樣 所以你這一個事實上就是這樣 and 好 再來 not not是這樣做的 一個三角形 然後再一個圈圈 然後not 那not一定是一個輸入一個輸入 好 所以一個輸入一個輸入 那not就是 我上次跟各位講 就是判例的意思 對不對 每個人 我們每個人都走過這個 青少年 對不對 青少年就是判例 所以 你是1進來我就跟你2出去 你是2進來我就跟你1出去 你是2進來我就跟你1出去 好 所以每個人都一樣 都走過 好 這叫not not 那這個叫of 好 那這個叫 nen的 就not end 所以這一個就相當來這樣 好 這個畫法就相當來這樣 那我們通常不這樣畫 因為這樣畫很浪費空間跟時間嘛 而且很浪費我們的體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這樣畫 好 就這樣畫一個圈圈 好 這個叫nen 然後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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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你這個 是這樣 好 這個我們叫no 就是那 oh 的意思 好 就先做完oh 再做那 就先做完oh 再做那 好 這樣聽嗎 好 另外我們還有一些畫法 比如說這樣 你想要是 欸 不管是哪一種 好 就是nand 或no 或者是and 或not 都都都 或者是oh 都沒關係 那假如我前面是這樣 先一個圈圈 然後再 再這樣 好 那這個意思呢 就相當來這樣 先做not 再連到這個and去 這樣 這樣 那OK嗎 所以你這邊講 還有其他輸入 就是一樣 好 那不管這個是 and 的gate 還是 land的gate 還是 moregate 還是 all gate 那意思就是這樣 好 所以假如我這個輸入之前 先給它畫一個圈圈 那就是這一個 輸入這條線 先做not 做完結果 再連到and 好 那你這邊是all的話 就是 先做完not 再連到all 那如果這邊是land的話 那就先做完not 再連到land 一樣 意思都是一樣 這樣OK嗎 所以你只要碰到這種情形的話 你的輸入進來 比如說你這樣輸入一個e進來對不對 那你就要經過這個n 再接到這個andgate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變成了 對不對 就跟這個一樣 你看你的e進來 這個e從這邊進來 那接到這邊來 他已經變成了 然後再輸入到這個andgate 那因為我們 很不喜歡 那這個畫很多很多人他也可以 所以我們就把它 剪 這一個就把它剪化成這樣 好 他就跟他意思是完全一樣 那這一個我們就把它剪化成這樣 那這一個我們把它剪化成這樣 那這一個我們把它剪化成這樣 意思類說 要OK嗎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 上個禮拜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 我們只要你大概知道這些 是最重要 因為對於現入圖你才會看 好 好 好 那我們有些這些基本的 邏輯沿線 或者邏輯爪 我們就可以把它兜起來 把很多邏輯 不管沒有邏輯爪 兜起來 然後兜成一個更大的電子電路 然後這個電子電路可以做更不同的工作 所以所有的我們的IC 數位IC 它都是由這些基本的邏輯導擺多起來 那你在設計IC的那個 一個機體電路的時候 事實上你就是在把這些邏輯爪拖起 那它可以多出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事實上你可以證明說 任何一個事情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可以用這三種基本的邏輯爪 把它多出來 這個是人家已經證明出來 也可以說 任何一個你要做的一件工作 你可以全部用LAN的爪 把它多出來 原來是用這三個對不對 那你現在不用了 你可以全部都用LAN的爪把它多出來 所以現在很多IC 就是多出來的東西裡面全部都是LAN的爪 那你就可以買回去去多出 去多出比較的費用 你也可以證明出來說 任何的電路 數位電路 都可以用NO爪 單一爪 全部用NO爪把它多出來 這個證明很簡單 因為 我們 就是說任何的邏輯爪 都可以用這三爪把它做出來 好 這是第一個證明 人家已經算過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 你只要把任何一個N爪 都可以用LAN的爪把它多出來 任何一個O爪 都可以用LAN的爪把它多出來 任何一個N爪 都可以用LAN的爪把它多出來 你家如果正完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說 任何一個電子電路 都可以用LAN的爪 對不對 好 那同理也是一樣 也可以證明說 任何一個N爪 你都可以用NO爪多出來 任何一個O爪 可以用NO爪多出來 任何一個N爪 你都可以用NO爪多出來 那所以任何一個電子電路 都可以用NO爪多出來 好 那這個是各位在二年級 有一個必修課的一個 很快就會碰到這個 就說 怎麼樣嘛 把所有N的雜貝的東西 用LAN的爪把它多出來 相當於在證明那個證明 你在二年級 你就很快就會看 所以我們在這邊 跟各位 那個稍微提一下 好 好 那用這一些簡單的邏輯找 我們可以去購出很多 我們 電腦裡面 需要的電子電路 那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 電子電路 就是所謂的Decoder Decoder Decoder就是解碼器 那在很多地方 你需要解碼器 不是光是我們看那個電視頻道 需要解碼器 對不對 或者說 來各位去抓那個什麼 非常喜歡看的那個東西 介紹那個網站 它會怎麼樣 需要去解碼 我不是光是那個 才叫解碼 我們電腦裡面 有很多需要解碼的 像比如說 你去記憶體裡面 抓資料 那記憶體裡面 就有一個解碼器 它在解什麼 它是在解那個 就是你進來的地址 對不對 你到記憶體裡面 它說我要抓哪一個地址 怎麼樣 對不對 那這靜體怎麼知道 你要抓哪一個地址 所以它是要一個解碼器 去把那個地址解碼 好 好 那這個解碼器長得就像這個一樣 其實是這一點 好 好 那你看這個電腦好像有點怕怕 我不要怕 來 這個AB 這基本上是怎麼樣 你看 你只要有兩根線進來 那我們說兩根線 我們這個A跟B 就每一個線 是不是只有兩種不同 它不是零進來 就是義進來 對不對 所以講如果現在有兩根線進來 是不是代表這個 總共可以有四種組合 我可以去分辨四種組合 兩根線我只能做出四種組合 對不對 一種組合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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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以靠這兩根線 去變得四個位置 或四個地方 對不對 好 那假如零零 假如零零的話 我這個地方就是一 就出來是一 然後這裡就是零 這樣 好 所以代表說 你要的這個地址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然後呢 假如你這邊是零一 好 假如你這邊是零一 那就這個人 出來是一 其他的是零 那我們就靠這個誰是一 就代表說 我要找的是哪一個 哪一家 好 那假如我是零零 我要找的就是這一家 所以這一家 這個 這一個線 一 其他的都是零 那假如我是零一 那就是這一家是一 其他的都是零 那假如我是一零 對不對 一零零是一 是不是拉到這邊來 對不對 然後這個零 是不是拉到這邊來 那這個零 透過這個 NOT 怎麼這樣畫 他是不是先經過一個NOT 那就由零變成一 再輸入到這個 N的爪裡面 對不對 那這時候這 N的爪 N的GATE 這裡也是一 這裡也是一 所以他的速度就是一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其他的這三個NGATE的輸出 都是零 因為他們都至少有一個輸入 會是零 所以他的輸出就是零 好 那假如一一 你看一一進來的話 是不是這邊是一一 這邊是一一 所以這個N爪是一 對不對 但是其他的都是零 為什麼你看這一個 這一個是不是B是一 所以進到這邊來就變成零 對不對 那N爪只要有一個是零 它就是零 比如說不用再去看其他的爪 看其他的速度 好 速度的零 好 那你看這邊 假如一一的話 是不是A1 進來這邊 因為這個 這一角是不是變成零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N的速度就是零 你不用去看這一隻腳 好 那假如這邊是一一 哇 這兩個出來都是零 對不對 那N爪只要有一個是零 那個速度 所以你看是一一是零 這個就是解碼器 解碼器就是 你給我幾條輸入線 然後我可以呢 去把你想要找的 那個地址 把它找出來 然後被我找到的那個地址 就是1 哦 我不要找的那些地址 因為這裡 來 那 那我的幾個例子 例子來講 比如說各位 現在是不是住 住你的宿舍 對不對 住宿舍 我今天特別把這個 把你們的這個 哦 對 就這一個 好這個明白的齁 我不是要點的齁 就是 比如說 各位這一個 你的宿舍對不對 住在宿舍裡面 住在宿舍裡面 好 住在宿舍裡面 好 那你們這宿舍比如說 五臉還是翠亨 是不是這樣一排 左廊進來 好 然後這一邊呢 這一間 這是這一間 這是這一間 這裡一間 好 比如說這邊有四間 好 那四間的話 比如說 這個要生動一點 比如說陽佛凱 如果我要 我要 不能亂挑 等一下我要忘了是什麼 挑說是 五的 公園是五的 好 李永泉 我不要 這個 這個同學是誰 好 李永泉 所以李永泉 好 他是住這一間 好 然後 然後 孫永傑 孫永傑 是住這一間 好 然後 侯立仁 住這一間 然後 再卵維新 好 這樣 好 OK 剛好我們挑的四個 像不一樣 好 比如說這個 這個 寢室 四間寢室 那住的就四個 來 這裡現在 比如說 喔 哪一天 這個 比如說有 有音功線要給軟維新 對不對 那這一個呢 我們就 喔 兩個音 這個代表他們的地質 代表他們的地質 哪一件 哪一件 那 那假如00 就代表說 喔 我要找的是第一間寢室 那01 代表說我要找第二間寢室 有東西要給孫同行 那10 是有東西要給活同行 11 是有東西要給軟維新 這樣 好 那現在 比如說現在 你看嘛 你們假如要寫線 是不是一定要寫地址 對不對 連海路七十號 那就不通過道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寫地址 好 那這一個地址呢 在電腦裡面 我們的地址就是 必要用0101 我們說我們電腦裡面 全部都是0101 對不對 包括地址資料 全部都是0101 好 那我現在呢 有四間房子 好 四間寢室 我要把信送到那個寢室 所以你要告訴我自己 好 那你告訴我00 好 那我就把這個0 我00那信要送去哪裡 你說我不知道00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這個00加一個解法器 加這個解法器 好 然後這個解法器呢 這一個喔 這一條線 就把它連到這一個呢 好 就第一條線 第一個 endgate的輸出 就把它連到這裡來 把它連到這一邊來 這裡 然後第二個呢 輸出就連到這裡 第三個輸出連到這裡 那第四個endgate的輸出就連到這裡 所以我現在00的地址進來的話 就是喔 這邊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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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1 對不對 那所以比如說我現在送一個 請一個公圖針 說你把信啊 送去給這四個寢師 對不對 所以他說 我不知道欸 這00在哪裡 01在哪裡 10在哪裡 11在哪裡 對不對 好 那你這沒關係 你只要往這個左廊走 對不對 然後看到哪一個寢師燈亮 你就把信往那個寢師丟 這樣 好 好 好 所以我現在00一進來 經過那個解碼器 這一個寢師的燈就亮了 所以那個公圖針就把這個信 啊 這個燈亮了 丟進去 這樣 好 然後等一下 有一封信 是11 是要寄給11寢師的 從這邊輸進來 來 那這時候呢 這個就會亮 好 經過那個解碼器 就前面要 這個前面要經過一個解碼器 然後再疊到這四個寢師 好 然後你就發 這個公圖針就發覺 喔 這一個人的寢師亮 有一個真亮 所以我就把這個線 丟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寢師 那這就是解碼器的功能 好 我們的記憶體 各位看你的記憶體 是不是說 我的記憶體有幾MB 或者幾GB 你知道嗎 那你那個記憶體 你怎麼樣去 我要把一個位置的資料 把它給出來 你在讀資料的時候 你要送位置給他 送那個地址 就跟我們在上線 完全一樣 你要把那個 那個信 信的地址 你要先告訴我 然後才知道說 我要去哪個地方 把東西抓出來 或把東西放進去 這跟我們這個寢師 是完全一樣的 這樣OK嗎 好 好 所以我們就需要這個 尖碼器 好 等一下我們會給各位看那個 記憶體的圖 也就更清楚 好 但是基本上 跟各位這個 住寢師是一樣的 那我們這邊只有 四間寢師 對不對 假如我這邊有八間 假如我這邊有八間寢師 那你就不能說地址只有兩根線 你叫三根線 對不對 好 因為 你三根線 就有二的三次方種族 那就是八種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設計一個 三根線的輸入 好 然後這邊就有八個 endgate 八個endgate 然後第一個endgate呢 就這邊是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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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endgate有三個輸入 好 那最後一個endgate就是 三個都沒有圈圈圈 這樣 所以你假如是000 比如ABC 再假如是000 進來 那就是第一個endgate的速度是1 其他七個endgate的速度都是0 好 那你假如是001 進來的話 那就第二個endgate是1 其他七個endgate的速度都是0 以此列圈 所以你假如這邊有八邊寢師 你就需要三條線 好 然後經過這樣子的一個decoder 然後把每一個endgate的輸出 都連到每一個寢師來 好 所以我假如有一封線 是111 要給111寢師的 那麼最後這一天 第八天寢師的燈會亮 其他七天的寢師燈都是暗 都不亮 所以公主車就把那個線 就送到第八天寢師 好 因為他看到第八天寢師的燈會 這樣OK嗎 好 那假如我們現在 有16間 16間寢師 那速度就要四個 四條線 輸入也叫四條線 好 所以這邊就要四條線 然後這邊就要16個endgate 這樣 這樣 那假如0000進來 那是第一個endgate的速度之一 那其他就是0 好 好 那假如我們有32個房間 那需要五條線 對不對 就是四個房間呢 需要六條線 以此類推 所以你就可以一算出來說 好 我現在的PC的記憶體 是比如說512個512Mb 那麼我需要比較位子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為什麼你的電腦裡面 位子介紹多少層多少層 就是跟你的 你可以抓到的那個記憶體 那個空間 有什麼關係 所以假如你有一台電腦 你的地址線 比如說十條 那你放在那裡 你可能抓到1024個 這個房間而已 對不對 你再來一個1025個 1025個人房間 你就抓不到 對不對 因為那我只有十條線 十條線是只能有 1024種子 有沒有 所以我只能找到 分辨出1024個房間而已 對不對 1025個房間哪個 我就找不到啊 好 我就找不到 所以 事實上有一個很有名的證明 叫做歌子 歌子動證明 歌子動證明 歌子動證明就是說 假如 假如 有 這個 十個 十隻歌子 你要把它放到 九個歌子籠裡面去 好 那麼 你不可能 每一個歌子籠 是住一隻歌子 好 這個叫歌子 歌子動證明 Pigeon Hole 只有 好 這個就是這樣 好 當你 當你這個 這一個 黃間樹 比我的 這一個可以分辨的書 還要多的話 對不對 那是不是 你就變成說 我有一個寢師 或者是 我有兩斤寢師 是要共用同一組 那個 書 那你就沒有辦法 就變成 對不對 比如說 你現在00 第一間跟第四間 是共用00 糟糕 那只要00進來的話 到底是第一間 還是第四間 你就不知道 好 好 這個我們叫做解碼器 好 那解碼器的功能就是 你有多少條輸入 我可以去選擇一條 輸出線 讓它是1 那其他的輸出線就是這樣 好 那這個我們叫Multiplexer Multiplexer呢 中文翻成多功器 好多功器 那基本上是怎麼樣 因為我有很多輸入 但是我的輸出線 只有一條線 那我這些輸入呢 我要共用這條輸出線 好 我要共用這條輸出線 那我要怎麼辦呢 那我就要去寡師接切根 那我不可能這四個人 同時用這條線 那這樣就 台灣號叫 修怕邊 對不對 我們修怕邊 啊 所以 不行 所以你是要靠 這裡有兩條 控制線 叫做S2S 我以為這個S2S 一定控制它說 欸這個時候 C可以出去 或者下一個時候 A可以出去 或者下一個時候 D可以出去 所以S2S 控制線 控制線 我控制 某一個時間 是哪一個輸入 才可以出去 這樣子 好 比如說 我們幾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你家裡有四台電腦 對不對 那你這四台電腦 你是要每一台電腦 買一個印表機嗎 對不對 還是說我這四台電腦 共用一個印表機 我相信應該大家都會選擇 對不對 所謂你說我很有錢 我錢花付 對不對 那我這樣一台電腦 一台一條 那假如你是四台電腦 要共用一台電腦 對不對 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ABCD 當作是四台電腦 好 然後呢 這一個 就接到一條 這裡接到一條 好 那比如說我現在A這台電腦 要印 一個爆表出來 那我就讓這個S1S0 好 這個 S0跟S1 這裡 這裡 我這裡是0 這裡也是0 這裡是0 這裡也是0 然後這個A呢 就進來 A從這個一點去 那當我這邊是0 這邊是0 是不是這三個N N gate的輸出 都是0 對不對 你看因為這邊00嘛 所以它都有一條 至少有一條 像這一個N gate 這個S0是0 接到這邊 對 所以這個N gate的輸出 是0 齁 那這一個 它S1是0 所以接到這邊來 這個N gate也是0 那這個 這一個呢 這兩個都是0 所以這N gate的輸出也是0 所以你知道這裡是0 這裡是0 好 這個N gate的輸出 就是A的 A的輸出 對 你A是0我就是0 你A是1我就是1 對不對 然後呢 那這邊接到這個N gate來的話 因為這三個都是0 所以我這個N gate N gate的輸出 就是跟這條的輸出完全一樣 那這條的輸出又跟A完全一樣 那這條的輸出又跟A完全一樣 這個N gate的輸出就跟A完全一樣 這個N gate的輸出就跟A完全一樣 對不對 啊 所以你A的電腦 就可以把你要的資料用 這樣 那等一下 比如說你A用完了 你要B電腦用 你知道嗎 好 那你就這時候就把這個S1 設為0 S2設為1 好 這時候B的資料就從這邊出來 一秒 到一秒 到一秒 好 那從0 C跟D 所以你就可以 Multipractor就可以讓 很多的線 去共用一條 傳輸線 所以這邊有很多線 然後可以共用一條傳輸線 這樣 好 那當然假如你就是A B C D 這個都是假設說 你可以不需要同時輸出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時間切開 好 這一段直接是A輸出 那一段直接是B 來 那你怎麼樣達到這個效果 你就只要控出這兩條線 好 好 那Multipractor 我們通常就畫成這樣 好 一個倒 倒梯型的 這種形狀 好 那輸入是A B C D 就對用A B C D 然後這輸出 就從這個畫出來 然後控制線 就從旁邊畫進來 然後這個 畫一個 這樣子的斜線 上面寫2 就這裡是兩條線進來 所以這裡是兩條線進來 所以這裡是兩條線進來 好 這都有這個意思 那這個是我們四條線 共用一條線進去 假如現在有八台電腦 要共用這條線進去 那你要怎麼辦 你的控制線要幾條 三條 有咧 一樣 好 然後同樣的道理 這基本的道理 就差不多 好 那你講的要16台電腦 共用一台一表機 那你就要四條共用 所以這邊就要畫四 好 這個斜線這邊要寫四 然後這邊要A B C D E M G H 八個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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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16條輸入 叫一字寫 A B C D E 寫 我叫第十六個字 總共16個輸入 但是輸入還是一條 那這個我們叫Multi-C 那我們通常的簡選 就叫Mux 那 因為是4E 來 四個輸入 然後一個輸入 所以我們就要寫 4 to 1 Mux 好 那說你只要一看 它畫了 就這裡有幾條線 這個S是幾條線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 多少to 1的Mux 假如這邊這兩條 你會知道它叫4 to 1的Mux 假如是三條 這邊寫三 你會知道它是A to 1的Mux 來 假如你這邊它寫四 你會知道它是16 to 1的Mux 意思類的 這樣嗎 好 再來 再來 所以我已經介紹了兩個 很重要的電路 再來我們介紹一個 非常重要的計算用的電路 我們叫做4A的 4A的 就是交好器 4A的有分做HalfA的 分做4A的 HalfA的就是半加器 4A的就是前加器 通常我們用的都是前加器 因為前加器 轉換值才是正確的 那你會知道那半加器要幹嘛 對不對 通常我們是用半加器來多是一個前加器做 這個以後在各位二連級的時候就會寫更多一點 我們這邊主要的目的不是那樣 所以我們有一個前加器 就是我要做一個交好器 那這邊呢 這邊 我們是要做一個 一個bit 只有做一個bit 比如說 比如說現在 1011 加上00 10 這樣 然後我們是不是這樣加 10加1 這個進位是0 然後再來0 進位是1 然後1 進位是0 再加起來是1 進位是0 對不對 這是當我們在做 最右邊的這個10相加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假設它的進位是0 對不對 啊 所以你看 這個前加器喔 就是在做每一個bit 的相加 每一個bit的相加 那你在做每一個bit的相加 是不是總共有三個速度 一個就是進位 一個就是 倍加 倍加速的bit 一個是加速的bit 對不對 所以你是有三個速度 然後你會有兩個速度 一個就是sup 和 一個是什麼 進位 進到下一位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的 正資料 我 我們這個 這裡喔 這個做出來這個電路就是 算 一個bit 所以這邊就有四個前加 四個前加器 你要算這個1011跟0010 你就需要四個前加 那等一下我們會給各位看 這裡怎樣算 這個算一個bit 這邊算四個bit 等下算四個bit 等下算16個bit 等下算64個bit 等下算64個bit 給你都一樣 好 好 那我們這邊是一個bit喔 那一個bit 我們說一個bit的前加器 你有三個速度 對不對 這個是A跟B 那這個是倍加速 這個是加速 那CIN carry in 就是進位 從前面那一位進來的進位 然後這個s就是stop 和 那個cout 就是我加完出來的結果 carry out carry就是進位的意思 car 這這邊有 carry carry 這是進位的意思 那你可以分成carry in 跟carry out 就是前面那個bit 借位給我 那carry out 就是我這個bit 跳完的結果 就進到下一位 就進入了 好 好 那所以我們 我們把真子表 畫出來呢 它就是這個樣 因為它總共有三個的速度 所以總共有八種組合 你看 我就把這八種組合都列出來 那把這八種組合 這三個bit的相加 結果 和就是2 carry out的就是2 對不對 這三個bit的相加 和就是1 carry out的是2 意思類推 比如這一個 這三個bit相加 和是2 那carry out的是1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整個前家氣就是這個真子表 就可以把它全部都描出來 它的功能就是9 那我現在要怎麼樣做一個電子電路出來 讓它可以執行我這個真子表 的功能 那這個 全家具長的 這個電路就是來執行這個真子表 來我們來看看 比如說我現在AB 我們來挑一個 0111 好 A是0 B是1 CIN是1 所以這一款 那A是0 對不對 A是0進來 那你就知道說 只要那些N的找 N的gate 它的速度只要是A 有A的 那它的速度一定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這個速度一定是0 然後這個 接到這邊來 這個速度一定是0 接到這邊來 這個速度一定是0 這個速度一定是0 對不對 好 然後這一個 接到這邊來 哦 這個是0 所以接到這邊來 這裡就是1 對不對 但是你這邊是1 並不代表說 這個N的gate 是1 你還要看其他的 兩個角 對不對 那其他兩個角 我們說011 所以B是1 然後CIN也是1 對不對 那B是1 就拉 那這三個已經都是0 速度已經都是0 所以你不用看 現在只要看這一個 那這個B的拉過來 是1 1 1到這裡來 所以這裡是1 然後這個CIN是1 CIN1 1 這也是1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說 哦 這個N的角 它的速度這裡也是1 這裡也是1 這裡也是1 這全部都是1 那所以它的速度就是1 那既然它的速度就是1 那既然它的速度都是1的話 O角 速度只要有一個1 它的速度就是1 對不對 所以這個鐵定是1 所以你看我們的COUT 就是1 好 所以你就可以把COUT算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看算S 好 那 因為A是2 A是0 所以 這個O一定 速度一定是0 對不對 這個N gate 因為它是0 所以這裡速度就是0 好 好 那這個0呢 進到這兩個N的雜裡面 這邊就是1 這邊是1 這邊是1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要看其他的兩個角 其他兩個角 我們先看B B是1 對不對 1 那B是1的話呢 所有的這個N的GATE 哦 只要它有一個圈圈 進來 那麼它的速度一定會是0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是1進來 那進到這邊來 哦 這個0就是0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它有一個圈圈 然後過來這邊 哦 這個是1 所以這個 這個沒有 對不對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看 然後呢 再來B 哦 這裡是1進來 所以這個人也是0 對不對 然後這個1進來這邊 哦 這一個 這裡是1 但是因為A是2 所以這個人剛剛Q一定是0 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2 然後呢 這個是2 所以這兩個都是2 對不對 然後這個也是0 因為這個B 這裡是0 所以就現在這一個人 那看看這個人是0還是1 就好 哦 那這個人呢 我們剛剛A也看完了 B也看完了 都是1 這裡也是1 對不對 那就看CiN CiN是1 哦 E進來這邊是0 所以這邊就是0 所以這個N gate的輸出 也是0 所以這4個N gate的輸出 都是0 所以這個O gate的輸出 就是0 所以這個S的輸出 就是0 那OK嗎 哦 所以你只要去看一個電子電路 就是這樣看 哦 你看N gate的輸出 就只要它有一個輸出是0 那它的輸出就是0 其他的輸出不用看 哦 那你看O gate的輸出 你只要看啊 只要其中有一個輸出是1 那麼它的輸出就是1 其他的輸出不用看 哦 掉黑嗎 哦 所以你很快的就可以去看說 這個電路到底它在做 它在做什麼 哦 所以假如我們考試給你一個電路圖 我們不會叫你設計 我們會給你一個電路圖 哦 然後說哦 這個電路的 這個針腳指表 就是像這種表 你覺得為什麼它畫出來 哦 那你不要再畫 對不對 就當你的輸出是連沒連進去 好 那我的輸出是什麼 你就想要追追追追追追 對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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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給你一個這個圖 這個圖是做什麼功能 那你就要把這個正值表 把它分析出來 好 這我們就要添加 那這個可能算一個變 一個變一個變 那假如我現在算 四個變成的 倍加速 跟四個變成的加速把它加起來 結果呢變成四個變 那要怎麼做 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子 把四個4A的把它串起來 好 那這個4A的 對的就是最右邊的這個邊 然後這個4A的 對的就是第二個邊 然後這個4A的 就是對的就是第三個邊 最左邊這個4A的 對的就是最左邊這個邊 好 那時候你看最右邊的這個4A的 是不是在carry頁 就是怎樣 這是對的 好 然後這個 A0 B0 對的就是 1跟0 所以你把這個1 從那邊縮進去 連從那邊縮進去 這樣 然後這個4A的 3 然後 就是這個1 就是這個1 你就得到這個1 好 然後你的carry out 就要連到下一個邊的去 好 那這個carry out 就這個例子這裡 所以這邊 這邊的2 然後這個4A的 然後這個4A的 它的輸入 就是A是1 A1是1 那B1是1 對不對 然後它的carry in 前面那個bit的carry out 當作我這個bit的carry in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我的carry in 也是0 這樣 那我這邊的se呢 算出來就是這個0 就這個0 好 然後呢 我的這個carry out 這個carry out 算出來 就是誰 就是這個1 這樣子 OK嗎 好 那這個1呢 就送到第三個bit 送到第三個4A 所以這個carry in 就是這個carry out 就是1 對不對 然後這個A2跟B2 就是分配是0跟0 然後這個4A的就開始做 開始工作了 然後就把S2算出來 那S2是多少 S2就是1 然後呢 這個carry out 就是0 就是1 你看 那就輸到第四個4A的 所以第四個4A的carry in 就是0 然後呢 A3 B3 就是1跟0 然後大概算出來的結果 S3 就是1 然後carry out 在這邊 就是1 所以我們假如是一個 做tools company的加法 我就把A跟B 它就代表分配 tools company的 4跟B 然後呢 這個carry in 就給它0 所以算出來 這四個bit S2 S1 S2 S3 就是我們的結果 然後我們不是有介紹過說 我們要怎麼樣偵測overflow嗎 對不對 那overflow是怎麼樣 就把這邊 這個carry out 這一個 這個拉出來 跟這個拉出來 看他們的符號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就overflow 很簡單 好 那你要知道它 有沒有不一樣 上次我們有看過一個電路 就是XOR 這個電路 這個電路 這個 這個電路 跟XOR有可能一樣 就他們這兩個bit 有可能一樣 你看 這只要不一樣 它輸出就是E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 這一條線拉出來 跟這個carry out 拉出來 接到剛剛那個XOR的電路 那從XOR的電路 的輸出拉出來 假如是E 就這樣 所以這個E 它就會讓電路 那個 跑出來 然後送出一個 錯誤的信息 你說 你這裡面產生overflow 然後 這個程式它就 就斷掉 漂亮 漂亮 所以做Tools Compute 你們的加法 很容易 電路就這樣設計 那 假如說我現在這個 這一個跟這個拉過來 那個exclusivable 輸出是0 但是代表沒有overflow 你看 好 那我的盒 就是S2 S1 就是它 我就不用去管carry out 好 我想起這四個bit 那就是 A跟B相交的點 就是這四個bit 好 那我休息一下 你知道嗎 可以 說 那我可以說 那我可以說 就會說 對